高雄商辦兩樣勤 C版租金慘 高雄商辦呈現兩樣勤 A版買氣火燙燙 但反觀物靈動輒2、30年 產權又屬鑄商混合的C版 供給過多無況又差 導致商辦空租多 其中貴為高雄第三高大樓 長古世貿聯合國 俗稱50層大樓 完工至今已27年 全棟規劃辦公室商辦空間 與頂樓景觀餐廳 當初興建經費超過50億 但現在每坪租金274到391元 成交單價從6.5萬到12.7萬元 歷年時登的17筆交易中 就有15筆單價低於10萬 高雄市目前的商辦大樓 分佈狀況比較集中在 中山、國外、民族等周邊的幹道 但其實商辦位於民族路沿線 屬通勤重要幹道 未來還有捷運黃線議題 但租金跟成交價卻都上不去 屋林大多超過20年 甚至30年以上 他們的電梯配比比較不足 外觀跟設備的老舊 讓C版租金每平僅約300元 高雄地標85大樓也難逃空租命運 雖為機能發達的三多商圈 但完工後大環境景氣差 不少套房與辦公室滯銷 而且停車空間又不夠 導致廠商進駐意願低 目前仍有不少空租待售 高雄市A級與西捷商辦 隨著屋林的增加 每平的租金有越差越多的趨勢 像A半指標中鋼大樓 每平租金行情破千元 但有更多C版每平租金 200到300元 價差達5倍 同是高雄商辦租金呈現兩樣情 小型保護有限 橙事件 一個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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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